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的四過二十個禮拜二的訪問新聞 到日期共政派出售頭前 競爭發生兩點人受害的事件 這是公人來挑戰到共產力 警方馬上對空中開市場 這點人才散開 需要快打部隊也來跟京都市場 經過警方的隊長 也順利來抓到食安的十幾人 競爭低減速來進行 競爭就此處有人在派出售頭前來收拔 觀念觀,警察局也競爭 競爭配地嚴格的軍人來做通關檢測 早上六點外,真多人過夜在睡 到六點派出售頭前說 有人頂人已經玩到警察怎麼放就是分外開 人兵越來越厲害,火氣也越來越大 而且,相逢有壓力,都會上海重量的東西 其中甚至有人請防彈背心 讓警察不夠大力 為了要趕緊組織,他們又彎下去 只好開城警告 那處理的過程 我們同仁為了要制止這個 鬥牛的一個狀況 對空名槍四槍來制止 那隨後 秒數散以後 我們同仁 立即去追棄這些 拜託的犯險 那目前 在昨天已經 十二名犯險告案 也及時報告雲林地檢署 雲林地檢署 紅檢察局非常重視 立即指揮解答官全程指揮偵辦 目前這十二個犯險 軍由地檢署申請擠壓中 雲林官警察局說明 司法當時 派出所有死的地方警察 警局也隨著客棠快打部隊 不過到現場時 人都已經跑去 對處警局也表示 會檢討經理佩地和任務的交友訓練 案件發生當下 公正派出所 線上警力有兩名 值班一名 在所副所長一名 那在處理的過程 就是這四名員警來處理 我們在雲林縣 有六十五個分組派出所來講 我們認為我們必須要檢討 我們清晨這時段警力的一個配置 跟機動警力的一個快打的一個反應 這是我們認為沒有處理的很恰當的理論 發生的很緊處 我們遠景的反應 或許有不完全周到的地方 這部分我們會加強我們遠景的教育訓練 以及各方面的食物的一個教育 來增強我們遠景反應處理的一個技能 管警局這次沒有支出 由現在開始 也將全民家庭 容易發生求我們的公共中所 進行人減和親測 方式暴力事件一再發生 記起台語從不得